台湾同学真的非常的亲切 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密切地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我们有这样子对彼此更真更实 然后更友善地了解 其实对于未来我们的发展 未来的交流 绝对是有互相正面的影响的 我们这个年纪的学生来说 我们少了很多的顾虑跟少了很多的顾忌 所以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可以更加单纯且更加纯粹 那身为现在2023年的学生 也会觉得其实我们有这样一个荣幸或说这样一个责任 继续去在学术上面 在这个学生上面互相的交流 互相去让彼此的了解 做这样子的交流 其实可以更好的去互相激励 然后互相学习 然后一起迈向我们所憧憬的那氛围来吧 下渡 disagree 还比你还准备 着 initial 你还不 cere 中文字幕——YK